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非常感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因为上一次我们就是访问女士人老师 可谓交纸桃的这项公益 那这一次啊,就是有访谈到老师在 学习交纸桃的整个历程 以及他对交纸桃未来的期望或者是希望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聆听今天的节目吧 老师,那你是几岁开始做这个工作啊 二十、二十七、二七、二七、二十八 一片庙的那个雕塑啊,做佛像雕塑啦,还是一些 一些浮雕啦,水泥雕塑那样 以前跟我三哥都做廟的工作啊 啊后来,后来二七、二十七岁他就在做交纸桃啊 跟我大哥一起合作做交纸桃 以前跟他身边做交纸桃 在嘉义做了七年 再来台南做自己做 以前做他的作品啊 啊现在来台南都是做自己的作品 因为以前跟他合作做交纸桃嘛 啊都是他的作品啊 所以现在是过来这边做自己的作品 二十七 二十七才做交纸桃 等于是说你一开始 六十二了,这样也三十几桃啊 四十几桃啊 不好意思啊,四十几桃 四十几桃 哦,那时间在过来也很快啊 是啊,时间在过去 是啊,时间在过去 我看谁在那岁上也不会出色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故事讲出来 让大家听这些故事 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久了 哦,所以那时候你在做 等于是说你自己 做交纸桃 很麻烦就是 一定 他最主要的功夫啦 就是雕塑啦 你又 你会 你会又要 也没办法做好作品啊 所以 做交纸桃 第一 第一 基本功德是 你的雕塑基础 要 要有自己的能力 啊 然后就来就是 咬梢啊 咬梢 咬梢也是经验一直累积啊 还有又要 又要最困难 因为就像以前在嘉义 那老师傅 那些都给你讲一个皮毛而已 哈哈哈哈 都给你讲 那些雕塑啊 都唱薄 不然跟你说 烧出来会怎样 以前幼药最难 以前幼药跟你 跟你交 跟你 跟他学一年 都真的给你讲一讲 啊 后来都靠自己研究六年 那时候跟 跟李正兰 我们三个就去研究了 研究这个幼药啊 要去 要去人访问 要去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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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拿回来实验 哦 为什么摸这个幼药 早早幼药 以前大家都按部 都看部 跟你讲一些基本而已 啊 其他 你再怎样你就做不出来 可是你要一直要 要一直研究 一直研究 买回来实验 然后再去配药 然后再去断烧 然后再去看他的色感 色泽 是不是你要的 是不是你要的 啊 所以每一家的 研究出来 有的教导幼药 都不太一样 有的 有的 很鲜艳 啊 有的做的 骨色骨香 我们做的骨色骨香 对对对对 特别是比较温的 温的 有的做的都鲜艳 做的都辣的 幼药的配方也不一样 啊 和你摇哨的技术也不一样 每一种幼色遥骚 的基礎都不太一样 啊 所以 教导是很难做 啊 啊 以前有断 以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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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大陆来台湾 盖廟有留 有留 有留下基礎 后来 经过了 日本时代 五六十年 断层 然后 后来又恢复了 恢复 恢复 以前他们大陆已经断了 啊 台湾把他发展出来 啊 现在又不一样了 现在换 台湾去大陆 教他们 他们换 换成大陆他们 又会 换成大陆他们 也会了 所以就 这边两边在竞争 竞争 竞争啊 现在就竞争了 台湾 一些 台湾的手柔有 台湾手柔有 台湾手柔有 工贵 工贵也是一种特色啊 不然 为什么像 台湾的孩子不学 也有差 我们现在 几乎都断层 你看我们 都是老人 现在都没有孩子 愿意学 很 很糟糕 要出来 要耐得住 寂寞 你觉得这样子 孩子愿意来吗 没有人愿意 就没有冷气 可是很热 你们算是我 访问过 就是工作环境 算不错的地方 尽量让自己舒适 可是很热 然后又没有什么活动 孩子 你叫他在这边 坐八个小时 没办法 所以是 对 刚刚你们有说 就感觉他就是 必须耐得住寂寞 这样子 对 有那一个专注力 我们一天八个小时 不讲话很正常 哈哈哈哈 真的他就听广播 有时候他广播在说什么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就是 有个声音在配伴你这样 真的在做的时候 什么都忘记了 可是老师这样你的年纪 其实应该没有到日本时代 应该是国民政府来的 你应该没有那些资深 没有 没有 他是说那一个经过 对 对 所以 以前 我大哥说 二十一个月到五百块 我大哥 我可能穿五百块 因为我 我二十一二个月 我就快跑了 哈哈哈哈 不敢人吃饭 我大哥 二十一个月五百块 他喝哪条 耐得住 就是 耐得住 系棚下面就是你的 哎呀 那耐得住 啊我 我在我国庁那 我国庁以前在做廟宜的雕刻 在做木雕 做雕塑 我国庁在台 台南开源市啊 在那 他以前开源市 就是他们那儿做的 哎 啊我 我三哥在那儿躲多久了 他躲多久了 躲多久了 躲多久了 那是 开源市做细当啊 不是 开源路啊 开源路啊 我国庁啊 以前开源市就是 都他们 做的 哎 我可以请问一下 像开源市 我印象中是 草卢老师的门神 对 对 后面神像 都我们国庁做的 所以 那时候做的时候 是请一批老师 进去做吗 不是 我们做雕塑 做神像雕塑啊 做神像啊 后面那儿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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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路线的 有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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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是 因为以前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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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所以我兩三個月就走了 你去做其他工作 後來當兵完了,當兵以前還跟我三哥去外面做廟 當兵以前 當兵當兵,當兵當兵,剛才打高中打夜間部,好像打不打 對啊,我們三哥,他廟,陰道,看著的都會叫我去盜責 那當時開始對這個雕塑的,就有興趣了 那開始有興趣,那時就很喜歡說在廟宇的生活 因為都出外,都在山上做,好像在做師傅 出家吃菜,都在對人吃菜 流浪在廟的環境 你像我以前去館子館,平凡時 在那三四個月,對師傅吃菜 每天在那吃菜 他們在做十八樓盤 閉營室 我以前去做 因為我在那裡住三四個月,我知道 如果我去 去台中武峰 武峰那個萬佛寺 在那裡做 那時候,我們古葬拿的工作 不過他叫我娘在那裡做工 我們當時做我們古葬做老闆的工 就是那個家族企業就對了 對啦,古董印的工 我娘在那裡做他的工 他們也有做那個露兒門 露兒門那個天后宮 他們也有做 不是,他那個時候還沒有 他一開始不是做膠子桃 是說他一開始做雕塑 泥塑跟木雕他都會做 他以前最一開始是跟他哥哥在插不辣 所以他也會插不辣 然後也會露塑 然後到最後是他哥哥去 去那個 之前有一個 膠子桃也是高資銘老師 他去高資銘老師那裡給他請 在那裡幫那個高老師做那個露塑的作品 然後之後他們兄弟才自己出來創業 才改成膠子桃 要不然一開始他們是學木雕 學露塑 所以很多台灣 之前很多大的廟宇 他不讓記憶冤貴 之前接了很多廟宇的工作 然後就會讓下面手下的那些師傅 出去幫他們施工 這樣子 所以在高雄那個蓮池塔那裡也有 還有他剛剛說的那一個 大鋼山超鋒室 大鋼山超鋒室 超鋒室 要很多那個水泥雕塑啊 老師那你知道這麼多立體的工藝 為什麼最後是落腳選擇就是膠子桃這項工藝 藝術品 那個三十幾年前藝術品 沒有 對啊你就是那麼多工藝像雕刻 你為什麼選擇膠子桃這麼麻煩 還要燒兩次 而且如果燒不好還要重做 燒不好還要壞掉 對啊 因為膠子桃 可以表現齁 雕塑的工夫啦 那個居塑工 你的工夫啦 可以 可以表現你自己的創作能力 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 作品出來啊 你做廟宇不一樣 廟宇是 主教教你要做什麼 管人做什麼做什麼 你是領成做別人的作品 做別人 人家希望你 人家希望你做那個 什麼 胡雕啦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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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這樣 別人會叫你做 可以做廟的 這是說 顧眼睹 你做膠子桃 是 做自己的作品 沒有人買不可以 你做得很漂亮 別人 別人會想要給你買 那種感覺就很爽 那就不一樣 我懂 對 就是測過作品或者就是肯定 讓大家了解說你的美感 然後 那個 共同欣賞 那個叫什麼 我現在想不出來了那個成語 就是 就是 千一馬 一道薄樂那種味道 我很喜歡這樣 對 好像認識一個 這個 做 那個 那個 做那個 老老老老 他跟我買很多作品 可是他每一年 把我的作品買完了 可是他每一年還會想一件作品讓你做 每一年都叫你做一件作品 像去年做一尊馬祖 那竟然要叫你做那個 這是去年 馬祖 這去年做的 那竟然要叫你做那個土地公 他沒有土地公 那竟然要叫你做土地公 那要做那個 胎豬牙 那竟然就做兩尊 他就想 因為他八十幾歲 他收藏我的作品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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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一馬一道薄樂 他很喜歡這個 我又很喜歡做 這是不一樣的環境 做廟的是 為了 為了 為了員工 公共的藝術領域 因為做廟不一樣 了解 真的 你沒有講 真的還沒有想到這一點 這個觀音也是他訂做的 他要去買這個觀音 可是人家大陸 已經沒有三通了 不能買了 所以他說 沒有三通 是廟 他 沒辦法去幫他訂做單一件 就讓他自己出來訂做 因為他 當初那個菩薩 他們有一次跟那個大陸那邊 訂購二十件 然後二十件都被信徒買走了 那他們是 等於是說 他們看到也很喜歡 但是廟他已經沒辦法再幫你去 客訂 那就是讓信徒自己去想辦法 對啊我覺得其實這就是台灣 傳統工藝的強項 就是可以絕對客製化 然後又再 對 絕對客製化 然後絕對有自己的 創作的方式跟特色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強項 這其他地方是模仿不來的 對啊 因為你大陸會模仿我們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有創造力 因為我們 我們的老師他的那一個思想 還有他的那一個創作空間 不會被限制 對 所以他可以想要做什麼 他就去做什麼 那如果說你像我們的作品 就是可能這一件伴手禮賣得很好 大概像以前 不到半年在大陸 你就可以看到很便宜的作品跑出來了 他可能可能是以Poly的形式 或者是以駐江的形式 然後把我們東西拿去複製 然後非常便宜的在那邊賣 我們常常在大陸 看到自己的作品怎麼在路邊 在路邊在他們的那個什麼商展 然後就是可能大概三分之一的價錢 他就可以賣很賣很便宜了 所以一開始真的很生氣 後來就麻痺了 你一直仿冒我一直做新的 反正我有遠遠不絕的那個創造力 所以沒有那個 欸老師那怎麼樣去分辨 就是你們作品的特色 還有就是 焦紫濤他的欣賞 大概是怎麼去一個欣賞的方式 因為好像我突然靈光一閃 就是之前好像也有講過什麼 唐山材 泥塑 對那對不對 這個差異 唐山材他就是 就是最早的焦紫濤 他的礦物的那個 他只有那個三個 三四個顏色嘛 一開始最早的那個 焦紫濤他的顏色其實 大概六七個顏色而已 他的顏色不多 但是後來慢慢我們可以 控制他的溫度 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去用那個 什麼 菇啊 柚啊去顯色的時候 他的那個 顏色才開始慢慢豐富嘛 唐山材他一開始就是 採那個礦石下去抹粉 所以他的顏色很少 對那一開始 其實桃一開始是他的造型 是最吸引你的 所以說老師說他的作品 客人會喜歡就是 他跟老師會透過這一個作品去 去交流 對對對 那但他的特色 比如說像老師您剛剛說那個作品 比如說特色我們要怎麼樣去看 看哪一個 這個作品是老師的作品 或是說我們應該要用 什麼樣的方式來欣賞 這是一個好的雕塑的焦紫濤的作品 比如說他的平衡啊 或者是他的 有人是說 有些人像有些老師的作品 他可能看起來就很穩重 有些老師的作品看起來就是很 很柔 或很舞 對那老師這邊 因為老師的那個色釉是自己調的 所以可以從顏色這邊看到老師 老師的那個色釉是很溫的 有點像什麼 很 慢 慢 慢活的 就是慢活那種溫溫的顏色 老師跟他三哥 三哥的作品 如果是熟悉我們的那個收藏者 他很容易分辨老師跟他三哥的作品 就是老師的作品看起來就是 永遠就是這樣子溫和 然後比較 比較細緻一點 但是三哥的作品 他的那個氣場就很強 三哥的個性他本來就是比較霸氣 對阿 相由新生 就是這個作品就是 就是 客人很容易分辨呂世仁跟呂聖南的作品 差別在 習慣的客人他一看就知道這個是誰的作品 那你說藝術品你要絕對說他 什麼什麼什麼正三角啦 什麼斜度那個 其實他 你照公司來 的作品其實不見得你會喜歡 這種藝術品你會收藏等於是說 久了其實 其實久了之後就是工藝老師 藝術家本身就會有他自己創作的 他的三角形脈絡跟黃金比例 對 你像剛剛老師說那個徐董 他就是很喜歡老師的那個人物的作品 所以他把老師的那個所有人物的作品 全部都收藏一輪之後 他每天就在那邊想 老師我這裡好像少了什麼作品 然後我想要做什麼作品 像他就70歲的時候 他就定了自己一個半身的雕像 做他70歲的生日禮物 然後等到他80歲了 他又照了一張相片 老師說這張照片洗得不錯 我跟他這樣可以做80歲的生日禮物 然後他又訂了一個他80歲的生日禮物 對 好特別 就是等於是 那個收藏者他喜歡老師的那個 作品的那個風格 所以他就想 而且他完全就是尊重老師的創作方式 他就是拿了一個相片出來 然後他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老師你去幫我設計 老師就去幫他做他的椅子 什麼什麼 然後做好的讓他去用 然後他後來又80歲過了之後 我就想 老師我的作品裡面好像沒有媽作 那就要做媽作 對 還有那個許董他20歲的那個 20歲的時候 他20歲的相片他也拿出來 請老師幫他做他在工作的相片 請老師幫他做他在工作的相片 就是衛珍大王 對 這個是 他就弄了一個相片過來 他就叫老師去做他 大概他的那個 這個也是膠石頭 喔 這個好厲害喔 對阿 老師就把他做他 對阿 對阿 老師就把他做他 可以去幫他 就是一般的話 我們會用膠石頭正常的顏色去做我們的作品 但是如果像客製的話 你要一模一樣的話 你要去特別去調那一個 你像衛珍他有兩個顏色 對阿 就要去把兩個衛珍的顏色 衛珍的顏色弄出來 對對對 對阿 他就要去 去去去去調配啦 那個工真的就又都很細 對 就不太一樣 欸老師這樣這樣聽起來 你好像就是家族 家族事業 然後跟家裡家人學 然後一副一副後來自己摸索出來的腳趾頭 那 在後來就是 就是 學成了之後阿 你在 傳承上或者是 收徒弟阿 或者是 就剛剛就是師母也有說 說到 提到就是說 在 就那時候少年就不需要學阿 那你在 這個過程裡面你有遇到 什麼樣有趣的事情嗎 比如說你去好像有去監獄交過對不對 喔 對啊 以前 以前那個 在 在嘉義跟我三個在做的時候 就來台南 台南 台南 你看說我教課阿 因為那個 我們大哥印的阿 喔 這樣喔 他印的都叫我 就要去 做他的那個 前鋒部隊什麼 他放過的印的都我在做比較多 哈哈 哈哈 所以你就完全就是那個 實作派的 對啊對啊 啊所以那時候 我們台南建議那個也是他印的阿 啊我一家 啊就 台南 台南看守所嘛 嗯 啊一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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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做到做做到劉了 啊 做到劉了 劉了 劉了 劉了意思是說 因為跟他們合作五年嘛 五年就是你要 你要栽培一些 一些學生,你再建議有教課,然後他們出來 沒有討論,你要支持給他們,討論在這裡工作的味道 那種更生的 我們一開始,這一個工作室叫做更生膠子陶藝補習班 真的喔? 就是一開始,就是更生人,他們如果說出獄了,想要繼續學膠子陶 那就讓他們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繼續學他們一句之上 對對對,可是好像不太行 他們出來有幾個人有過來學,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在監獄他沒辦法,他要學 但是出來之後,花花世界他就沒辦法繼續 對,所以大概五年之後,那個更生膠子陶 他就收起來了 我們就老師就,我們就自己 變成我們自己的工作室 就不再跟那個保護會那邊 有 就是沒有再幫他們做那個更生人的教育工作 可是還是一樣繼續在看守所裡面當教育師 總共前前後後也交了大概快二十年左右 前十幾年是義務的 然後大概後面五年 他們才開始想到說應該給老師薪水 一開始前三四年的時候 都是從嘉義開車到台南看守所 交完了之後再開車回去嘉義 都是沒錢的喔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福報 就是慢慢慢慢然後就會有一些路出來 對啊 然後就是之後 後來又那個曾永夫 曾前部長 他就覺得說台南這邊有那個 這一排是那個保護會的空房子嘛 阿不然老師你來這裡用一個那個 讓他們出來可以繼續學 覺得應該在裡面學了三四年 有的人應該想出來學 想法很好啦 但是那個 出來就沒有了 會破滅的 可是我們這裡也有 有收過兩個之後還不錯的 一個是出來之後來這邊學了幾年 在我們這邊結婚生子 然後現在自己開了一個錶框店 那個就真的不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自己 去開那個修理摩托車的 這兩個是真的是 就是從我們這邊之後又慢慢的又去 摸索到自己就是 生活的道路這樣 對 那其他的就不行了 那你們有那個膠紫桃的圖遞出來的嗎 沒有 沒有 好喔 老師那那個 我們訪問到現在 我們從你一開始 學程到現在 那你有沒有就是 要跟 未來年輕人想要從事 焦紫桃的年輕人說的話呢 這屬實啦 我們台灣的教育 很失敗 大家全世界可能 台灣拆台的最多 拆台的最多 拆台的最多 我買了50歲我也在拆台 所以我也對拆台有在走 不過我是要討美術士的 我拆我興趣的 我是在職進修 是 那不一樣啊 因為我在工作 雕塑的工作 我要吸收一些西方的觀念 是 因為我看他們做傳統的 對對對 所以我那時候 50歲才拆台 那現在不一樣 因為 大家都沒有基礎 就在拆台 拆台出來 都沒有遺跡之長 哇 差很多啊 都要倒拜 對對對 你就要先到外面 像我這樣 在外面有遺跡的 然後要進修 還要進修 喔 對不對 那你要看 我們台灣拆台 拆台出來 沒有遺跡 我也請那個大學生 要來做 好啊 你來 你來可以做 我來幫你教 所以來一個月 沒有來拔一個月 就差不多要走了 還沒了 唉 我說我先來 在台北那個大學生 就說這樣不好 對啊 因為 他沒有 沒有那種 對技術 要有一種熱忱 就是說 今天我要有 一技之長 你不管 不管你 好啊 你本身就有 一部工夫 就像德國 人家在職 大家都處理工夫 工夫 還要進修 還要進修 你看德國 他們的工業進步 他們的面具 或是 美恩大陸人 做的工藝 都做得很好 他們種植就是技術 我們台灣 種植就是學術 學術 都這麼多 沒頭髮 整個大堆 嗯 所以 這剛才倒辦 所以台灣要發展 就是說 這載子 要怎麼 進步 那個技術 以前 我們那時 還有國中 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 在木頭 在那裡 學木雕 學什麼 我記得以前 國中 我們以前還有那個 學木雕 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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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沒有 所以現在 台灣 你 你就是要 國中 你如果 國中 畢業以後 要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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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中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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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兵 所以其實當兵幾個月而已 不是幾年 所以當兵其實也要 我覺得是國中企業 你沒有要生水 你也可以生水 但是你就是 要先去學技術 學一步工夫 不然要去打,再去打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嗎 老師你這樣想,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那您覺得椒子桃他的市場 怎麼樣? 那市場是 坦白說啦,我剛剛這樣訪問下來 我覺得市場還蠻大的 因為你看你這個都外銷到日本去了 而且聽說 聽說禮品都賣光了這樣 以前我記得 以前記得以前那個 以前李安在 在美國那時候 在吃桃 還沒有,然後李安在美國 洛杉磯在賣椒子桃 我聽說 賣你的嗎? 不是賣我的 賣別人的 以前椒子桃很少人做 以前差不多 不會超過五家十家 以前椒子桃很少人做 因為這個技術很困難 以前沒有很多人做 可是可以賣 賣得很好 現在 現在大陸的東西做的 比台灣還要多 因為大陸 因為我們台灣人去那邊生產 去那邊生產 然後他們回 回家台灣 他們可以 在那邊 請很多的師傅 台灣就是一個師傅 我覺得就是量跟質的差異 其實台灣就是那個質感 是別人仿造不出來的 台灣就是 我要講一個心理話 很多做廟的技術 做雕塑 做技術 的工夫 會越來越沒有 以前你看石雕 台灣一定要做石雕 一間廟 他的石雕 一定要用很多 後來台灣沒有幾個 剩下不到一個 剩下不到一個兩個 以前那幾千個在做石雕 現在剩下可能 不會超過十個在做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市長委說嗎 還是禁止石頭 競爭 就是被大陸 我們去那邊交 大陸會合 他們都 我們台灣一些 會做的都不想做了 然後去買大陸的東西 都會倒 焦紫桃也是一樣 現在也是一樣 木雕 因為石雕 木雕 現在再來就是焦紫桃 以前焦紫桃他們大陸還不會做 台灣這邊很少人要去做廟 因為很辛苦 大家做藝術品 後來 大陸現在做回銷 做那個廟的公 廟的焦紫桃 他們做了非常大 所以台灣會跟他一羽維收 維收了之後 還年輕人還沒要學 跟他斷層 後來我們聽說 台灣要做焦紫桃 做廟做石雕做木雕做什麼 以前 以後還是要跟大陸買了 感覺好像循環回去 循環以前都要跟大陸買 可是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老師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從廟 然後轉成藝術品 然後到現在 不是不是 以前焦紫桃 我們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是純粹都做收藏品而已 很少做廟 因為以前的景氣很好 焦紫桃剛出來的時候 很少人聽到焦紫桃 很新鮮 很少人做 沒有超過十家在做 以前很少 焦紫桃做出來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創作品 做出來 人家以為 很新奇 以前很好做 你不知道怎麼欣賞 所以就是要學習 現在焦紫桃 以前焦紫桃真的很好做 以前焦紫桃 民國七十幾年 那個景氣 國平去大街 大家都做好做 各個科學都大人都做好做 焦紫桃 尤其藝術品 那時候 因為焦紫桃屬於一種藝術公寓 非常精緻的公寓 很少人看到 因為以前都要去廟 焦紫桃 焦紫桃要去廟的焦紫桃 因為廟的 煩修 有焦紫桃 煩修 痛 有骨的焦紫桃 我們那時候 在做焦紫桃 那時候 因為少 所以量少 而且 單教高 現在不一樣 現在因為 台灣人 台灣人 比較不會做焦紫桃的人 拼不過焦紫桃 然後去大陸 做 去那邊生長 請他們的師傅 做雕塑 這個 最主要靠雕塑 又是 夭梢 雕塑基礎 戰超六七省 因為雕塑 要有很多雕塑的災符 你要請很多災符 才有辦法做 所以我們台灣 一些災符 他都寒蠻做 所以去那邊 那邊更厲害的 災符做 這樣 他們做得 不太熟 回到台灣 黑白 所以 焦紫桃 大病 賣掉 就他的珍貴性 就不太熟 所以現在焦紫桃 台灣很多家 除非是定制 台灣要定做 定做 還可以 他們的優勢就是 可以從無到有 那一般 在大陸的話 他們是 都是 同樣的東西 是量化 所以是 那就是那個 愛馬仕包啊 你可以客製愛馬仕包 或者是買那個 量化的愛馬仕包 所以我們的客群 來買的 都幾乎都是 客製化的 對 所以會比較忙 就是因為 打行龍外丹老師啊 對啊 這很厲害啊 我想問就是 你五十歲那時候 念大學的時候 他給你了什麼 什麼樣的啟發嗎 五十歲 因為那時候是 興趣啊 要去讀大學 讀常常美術系嘛 那是在此進修的 禮拜天 禮拜六而已 啊 利用 利用你的工作時間 英雄去 那外圖啦 要外圖 以前就要外圖了 因為做雕塑是 雕 很 很辛苦的路 對啊 因為年輕人要學 就像我們那些 基本功要很紮實啊 才可以做 很多不同的作品嘛 所以你基本功就是雕塑基礎 像 年輕人要學 就是 基本的 基本的那個雕塑基礎 一定要很紮實 對啊 不是說我可以做 我就要出來給人家 做出來的東西 人家一看 因為作品是 擺在別人的面前 給人家看的啊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的有功利 沒有功利 看也知道 你可以做 不可以做 很現實啊 所以不是說 啊 誰幾個月就要出來做 沒辦法 嗯 嗯 因為 好像 我們 我去 我去讀每次 畫四年的土花也不會畫 啊 不一定有辦法說 很會 所以 平面跟立體還是有差別 還是有差別 啊 雕塑 這種真的要 刻意的那個 實作啊 嗯哼 刻意練習 像我們 耳塞啊 刻意一直操一直練 一直練啊 才有辦法 不是說 今天隨便 拿 拿一個東西給你 你就隨便可以做出來 所以說如果 現在如果有一個年輕人 他拿他雕刻的東西 給老師看 然後如果還不錯的話 老師願意收他嗎 要 要看 要看 要想要學 不然他說 我學幾個月 我擋不住了 要來找 所以如果有人要來 不可以這樣說 做幾個月 要做幾年 要學 有人要學 要先打三年的契約 哈哈哈哈 三年四個月 對不對 要不然浪費 他的時間 也浪費老師 浪費彼此的青春 對對對 不是真的是浪費時間 因為 最多不會超過三天 真的是 受不了 那要耐得住寂寞 真的是 好喔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老師 好 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你們還喜歡嗎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卻遲遲不知道 從哪邊了解起的文化 或跨文化相關主題 都非常歡迎您傳簡訊 或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邀請從事相關工作的老師們 來節目和我們分享他們精彩的故事 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謝您聆聽我們的節目 並且感謝這次的節目後製張永橋 行政執行陳薇如兩位堅強的後盾 讓節目得以順利進行 同時也非常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對於本節目的肯定與贊助 我們的節目將以一個月一個主題的方式 邀請從事傳統藝術文化相關的朋友 來和我們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請正在聆聽節目的你 不吝惜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頻道上見 掰掰